看一部电影提摆我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人与恶灵对抗的电影 夺命感应 音频开始 何伯斯正在雪地里拼命逃命 然而他没有跑出多远 就四肢无力地再也无法动弹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呢要回到几个月前 年轻有为的何伯斯探长 逮捕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八个死刑犯 艾格里斯 对于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美国民权联盟提供赞助 打算拍下李斯的死刑过程 只是在执行之前 李斯特意要求再见何伯斯一面 那时候的他依旧嚣张跋扈 神情自若 丝毫不畏惧即将到来的死亡 他从铁笼中伸出右手 握着何伯斯的手 窃窃私语着什么 何伯斯下意识抽走右手 李斯并未罢休 还对何伯斯留下了一句谜语 何伯斯没有多想的转身就走 走前 李斯又叫住了他 说他会把这份痛苦 日后加倍奉还 执行那天 李斯一路又唱又跳 心情似乎很愉悦的样子 可等他真正做到毒气室的时候 神经里也泄露了慌张 他用歌声极力掩盖内心 伴随着毒气浓度见增 李斯最终在大家的见证下死亡 李斯复发后 何伯斯半夜两点 依旧会接到不发声音的逆面电话 之前李斯喜欢这样恶搞他 可是现在李斯都死了 还有人打过来 这让何伯斯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何伯斯又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 对方念出了一通地址 派人移过去核查 发现了一具尸体 死者名叫穆斯卡 胸前有编号 死因是被人注射毒液 后经法医测试 毒液成分和处子李斯所用的毒气成分一模一样 尸体后 死者未不没有食物 可以推断出 大厅的早餐应该是凶手所吃 通过他讲究的白法和从容不迫的吃完早餐离开 看出凶手心理素质很高 这也加大了他们破案的难度 最令人费解的是 凶手走前还有留谜语的习惯 如果你记忆不错 这也是李斯死前留给何伯斯的谜语 不排除李斯有共犯 或者有人模仿他犯罪 但是何伯斯知道 破解谜语才是案子推进关键 可是这句谜语真的有点不知所云 他把谜语说给了同事们听 大家和他反应一样 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时他背后的同事尼克发声了 他倒是听过史派克斯基的名字 那是个超级混蛋加矿石奇才 他的名字曾被刻在模范墙上表扬 他们在杂货区里找到了那个模范警察墙 正如那个谜语一样 史派克斯基的名字上面是李昂 而他俩之间的名字被人特意抹除 何伯斯跑去找队长了解情况 队长却有意转移话题 不死心的何伯斯回家用电脑搜索了相关资料 令人高兴的是 他找到了那名警察的报道 得知他名叫米拉诺 涉嫌犯罪 畏罪自杀 并留有一女暂时 第二天何伯斯跑去给队长汇报情况 通过队长的描述 看出他应该认识米拉诺 可是他却转身对何伯斯说 无论他查出了什么都不要让别人知道 既然队长不肯给予信息 何伯斯只能另求他法 他跑去找了米拉诺暂时的女儿 格瑞塔 发现他家摆满了神像 格瑞塔解释他在大学教授神学 所以摆满神像也情有可原 为了更好地取得格瑞塔信任 他把李斯谜语档案是他父亲的线索告诉了他 格瑞塔听到后先是很震惊 接着又问了何伯斯 李斯是不是很喜欢唱歌 行情前是不是试图抓着他 两个信息都说中的格瑞塔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开始和何伯斯讲起他老爸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 他老爸是个十分尽责的好警察 警戒同仁都以他为荣 他曾因为逮捕一名杀人凶手 而获得了荣誉警察勋章 而后又因为相同手法杀人案的再次发生 被人取证 现场有米拉诺残留指纹 目击证人也说是他杀的人 州长 市长 警察局长 为了维护警察形象 将他从荣誉墙上抹除姓名 直接封锁了消息 毫无喜白胜色的米拉诺 最后选择了山上小屋进行了自杀 格瑞塔坚信他老爸是无辜的 他知道当年是谁陷害他老爸 但是他不能说 说出来他会给他带来性命之忧 何伯斯不想为难他 只好放弃离开 走前 格瑞塔还特意嘱咐他 要他放弃寻找答案 否则会给他带来不幸 那天晚上回家 何伯斯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 男子还特意回头看了他一眼 巧的是 当天晚上两点 不发声的匿名电话 又打到了何伯斯家里 与此同时 城市的另一边 又有一条人民丧生 赵丽 第二天有人提供了地址 赵丽实体上有编号 赵丽是注射独一而亡 赵丽凶手吃了早餐 和讲究的白法 赵丽留下了新的谜语 离奇的是 经过何伯斯回忆 死者米奇 还是昨晚与他擦肩而过的男人 更加令人难以解释的是 这位死者的指纹 与上次案件 凶手指纹高度吻合 也就是说 米奇杀死了穆斯卡 现在又被人杀死了 与此同时 语言学家翻译出了 李斯那实在牢笼里 握着何伯斯手 窃窃私语的语言 大概内容是 我无法进入你的身体 就算进入了你的身体 我也不感兴趣了 我更想整你 整到生不如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方便大家对后面剧情 有更好的理解 先提前给大家做个补充 阿沙索是一种恶魔邪灵 它们的存在是无形态的 类似人类的灵魂 只能寄生在动物体中 影片开始的时候 阿沙索寄生在李斯体内 当李斯死亡后 他转移到了执行官身上 大家先留意一下这个画面 画面颜色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导演 为了方便观众更好理解 特意从阿沙索的视角出发 加了一层滤镜 就是为了区别正常人 和被恶灵附身的视野画面 根据这个镜头的运动 我们能看出阿沙索的运动轨迹 从毒气室逃出来 然后选择附身在执行官身上 执行官下班后 去了一趟酒吧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阿沙索 是怎么从一个身体 传到另一个人身体的 无意的撞击 阿沙索转移到了帽子哥体内 无意的撞击 从帽子哥转移到了波浪妹体内 手的触碰 从波浪妹转到黑人小哥 无意的撞击 黑人小哥转到白人小哥 最后白人小哥一个拍胸 转到了米奇身上 阿沙索用米奇的身份 杀死了穆斯卡 之后又主动打电话报警 让赫伯斯发现尸体 还在现场留下谜语 目的就是为了告诉赫伯斯 他还活着 又不紧不慢地躲在一旁 看他赶到现场 和他擦肩而过 看他与自己近在迟迟 会不会发现自己 结果有点令他失望 赫伯斯没有认出他 当你想报复的对象 都无法认出你的时候 对于阿沙索最先要做的 就是让赫伯斯知道他的存在 只有让他认出了自己 这个游戏才能进行下去 很显然 赫伯斯一直是被阿沙索 亲着鼻子走的 毕竟 恶灵与人类力量上 存在很大的悬殊 而且我们还能猜测 目前唯一知道阿沙索存在的 应该只有格瑞塔 他老爸米拉诺死前遭人冤枉 应该就是阿沙索造成的 也难怪他会去学神学 对于他无力改变的现状 他相信上帝会降服恶灵 而他之所以不敢告诉赫伯斯 不仅仅是为了自保 还有他把赫伯斯知道后 阿沙索会盯上赫伯斯 基于上面的补充后 我们再往后面看剧情 其实也能很明显地察觉出 阿沙索在一直引导赫伯斯 去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不惜制造两起命案 留下两条谜语 阿沙索想让赫伯斯知道 米拉诺的存在 如果他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警察 那他一定会为了破案 去到米拉诺刺杀的小木屋 找到米拉诺生前 对阿沙索详细记载的资料 可是赫伯斯看了 了解了 并不代表他会相信了 阿沙索还要他亲眼 见到自己的魔力 让他知道 自己是可以通过 附身在不同人体 进行自由活动的 这还不够哦 如果要兑现前面 他借用李斯嘴巴所说的诺言 一定要整他 整得生不如死 之前的两条命案 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即让赫伯斯知道他 而接下来的陷害 才是他真正不收到 赫伯斯身上的第二步 不得不说 阿沙索虽然很厉害 但他其实没有什么创新能力 因为他还是按照多年前 陷害格瑞特老爸 米拉诺的老办法 通过附身在目击证人身上 说假证词 去污蔑赫伯斯是故意杀人 让他身败名裂 成为全城通缉对象 除此之外 他为了让赫伯斯更加痛苦 半夜前进他家 杀死了他亲弟弟 虽然阿沙索已压倒之势 让赫伯斯 多案期内就体验了失去工作 失去荣誉 以及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人类啊 赫伯斯通过米拉诺留下的资料 找到了杀死阿沙索的唯一办法 阿沙索虽然能附身人体 知为人的行动 但在人死后 他脱离尸体 找到下一个宿主之前 阿沙索只有一口气的时间 而他上升的高度 也有范围限制 这也就可以理解 当年米拉诺 为什么要挑一个 四周无人烟的小木屋自杀 现在想想 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自杀 而是要让阿沙索 找不到附身的宿主 只是米拉诺那次失败了 失去所有的赫伯斯 知道唯一能摆脱阿沙索的办法 就是战胜他 他解体了米拉诺失败的任务 再一次跑到了小木屋 静静等待那个恶魔找上门来 不久后 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来缉拿他的队长 一个是被阿沙索附身 和赫伯斯关系最好的同事中斯 阿沙索枪杀了碍事的队长 反正到时候 他可以顺势嫁活给赫伯斯 再通过自杀 杀死本体中斯 逃出中斯身体 附身在和赫伯斯身上 让其被警察逮捕后 自己在全身而退 嗯 真是个完美的报复计划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和赫伯斯阻止了他自杀 他没有给阿沙索致命一枪 而是让中斯身体暂时困住他 让其慢慢失解 拖延他死亡时间 抱着同归于尽的心理 和赫伯斯打算用自己的身体 做困住阿沙索的最后容器 他提前吸食了毒气 按照他的计划 阿沙索在中斯身体逃出来后 必定会附身在他身体 做最后挣扎 只要他死后 阿沙索在一口气时间内 没有找到下一个宿主 他就可以永远消亡 于是呢 就有了开头 和赫伯斯拼命挣扎 在雪地里找车钥匙的画面 那时的他 已经不是和赫伯斯了 而是具有阿沙索意识的躯壳 阿沙索的确被和赫伯斯的这招计划 体验了一把离死亡 最近距离的感觉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和赫伯斯和米拉诺 都遗漏了一点 阿沙索不仅可以附身人体 还可以附身动物身上 例如这只猫 当难不死的阿沙索 又开始了他与人类的爱恨纠葛 置身在人群 我们再也不能分清 到底谁是他 或许呢 大家应该困惑 既然阿沙索如此强大 为什么不开始 就附身在和赫伯斯身上 用他身份杀人 让他像里斯林一样坐牢 被处死后 他才找另一个宿主 试想 对于一个活了几千年的恶魔来说 找到一个正直又敢反抗他的对手 应该是非常不容易吧 他怎么舍得和赫伯斯那么轻松死掉 这是他活着的乐趣 不然活那么久会无聊赤死吧 其实影片一直是和赫伯斯的视角 通过长案一步步揭露阿沙索的秘密 只是被我这里这样一解说 有种上帝视角看透剧情的感觉 原片的悬疑程度塑造的 还是十分成功的 而且米拉诺和和赫伯斯这种同归于尽 用身体束缚恶魔的做法 其实是十分需要勇气的 观影图中 又被和赫伯斯最后的反击震撼了 还有一种解读 阿沙索在影片里被当成了 有思想无形态的恶灵 他能附身在人的身上控制人的行为 说起来和人内心的恶魔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前者独立了出来 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互相转移 如果把阿沙索等同人类内心的恶魔 就说和赫伯斯的死 虽然他是为了对抗阿沙索 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在抛开阿沙索之后 队长不想让和赫伯斯继续查米拉诺 就为了包庇上面的人 有些人根本不需要阿沙索附身 就已经在干坏事 不是吗 在影片的最后 虽然很心痛 他们没能抓住阿沙索 可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想 让阿沙索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也算是一种惩罚吧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其实那是一件十分孤独的事情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点赞评论 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